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地球上最珍貴的資源 是所有生命所需的物質之一 水質的好壞 關係人體健康與否 这几年来 其实污染很严重 大家对水的问题 水的问题的解决 一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方法 因为要不然就是成本太高 要不然都是化学性的 这一些产品 所以我们一直在想 怎么样利用这种物理性的作用 可以来解决水的问题 萧秉立总经理 带领技术团队 研发能净化水质的预水棒 历经多年的实验 利用水的频率 将讯息传递 让水质透过频率 产生共振传导效应 将水质纯化 把最纯净的水资源 还给人类 那我们主要是利用 这个水质剂的部分 那我们水质剂 可以在很快的时间里面 把水中的离子提高它的溶解度 让这个水中的离子快速的溶解 比如说水里面的钙离子 我们可以在30秒之内 把这个水里面286ppm的这个钙离子 降到8.9 预水棒是费时10年 所研发出来的产品 除了能够短时间内提高水的溶解度 更能够在没有辐射与高丝 不需插电与耗材的情形下 将水变成小分子水 能够应用的层面相当广泛 几乎只要与水有关系 它都能够解决问题 我们的预水棒的工法 它是12道的工法 在于下单切管 然后再来就是内管的清洗 外管的焊接 然后到了线上的粗细砂的抛光 进而到最后的麻伦 然后到镜面岩扫 困难点呢 因为我们的棒体 是跟水制剂来做结合 所以在二次焊接的时候 水灌入到了棒体里面 做完全密封时 它在焊接时 它会有一个瞬间的高温产生 然后呢 气体跟水 它会同时间往上冲出 所以会造成焊接上的困难 这个部分呢 我们做了很长时间的去做改进跟改良 所以它有达到现在的这样的标准 透过纯手工12道工法 以及高难度的二次焊接技术 使这项产品的研发成功 更显得难能可贵 在提升产品品质与粮绿后 企业大力推广 目前除了前进养猪场 蛋鸡场 以及休闲油气区以外 也投入光和农场的生长试验 此外更积极与食品制造业者 与餐饮业者合作 加过地水棒 它口感产生出来以后 为了做比照的话 对消费族群的感觉 因为它的咸度不会那么咸 原来我们大概 可能一个小时 我们可能会死完 大概五六只七八只左右 那这个对虾场来讲 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 那使用了浴水棒以后 第一个我发现 我们的水质变得比较好 那客人在这个 吃虾子的过程里面 他会提出来说 哎 你们这个虾子好像 这个肉比较Q弹 比较跟其他的虾场不太一样 那在我们的这个 占养池里面 我们也发现 它的死亡率会慢慢降低 波炉我们以前拍 在没有用浴水棒之前 我们每天的水垢 大概是有两三公分的厚度 那自从用了以后 我们每天大概排出来的水垢 不会超过一公分 然后也让我们的洗衣品质 增强很多 它可以把分子变小变软水 那我们在烫衣服的时候 水垢就不会那么的重 让我们的那个 尖台部 以前是一个月要换一次 因为它会累积水垢在上面 那现在可能 可能两个月到三个月 再换一次就OK了 我们希望能够 把这个水呢 推转到这个国际上 运用最自然的物理方式 来解决 目前水的问题 从台湾出发 放眼世界 所以我们在过去这一年来 我们也积极的参展 希望能够增加这个扑装度 让我们这个精英液水垢 能够在 逐渐的在国内 还有国际上发光发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